我的日常和你的日常是否一样呢 一起来看看你我他他的日常 大家好 我是公邻北区中校服务中心的青年工作者 王耀峰 很多时候 现在在校园里面有发生一些欺凌的情况 我们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去判别呢 例如我们可以去留意 小朋友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开心不愉快的经历 看看他们的情绪变化 再来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些随身用品 例如书包书本等等有没有被人乐意破坏 再去看一看他们平时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伤痕 当然作为家长对于子女的担心一定是十分之紧张和不安的 但我们不需要心急去质问去了解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 反而我们抱着一个聆听陪伴的心 陪着他们去听他们说他们日常的生活点滴 不需要过分紧张 然而都可以鼓励一下他们去认识多些不同其他的朋友 因为往往霸凌者是一个圈一个圈的 如果他可以去结识到不同圈子的人 亦都可以起到一定离开那些欺凌他的人的作用 那就说到这里 如果有需要的记得来到我们中心寻求我们的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